在西晋灭亡的前后 西晋宗室子弟司马瑞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 在吴国故地重新开张 重建晋朝朝廷 历史上将这个晋朝称之为东晋 东晋虽然偏安南方 但是却从来没有丢失掉自己的气节 也从来没有向一族低头俯首称臣 为华夏文明保留了最后一点血脉 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是巨大的 他虽然退守江南偏居一方 却从不偏安勾结 相反 对北方众多政权 从来只在他们废弃地号 主动称臣时 可以允许其归附 而绝不与之平等通时 承认其对等政治地位 这便是武功之强 兵风之胜 冠绝历代南朝的东晋王朝 此前此后 包括东吴 南宋在内 皆远不能及 彰显了誓死抗争 绝不屈膝是湖的风骨 这就是所谓魏晋风骨吧 西晋灭亡之后 皇族宗室司司马瑞在建康建立政权 史称东晋 可以说 东晋是西晋的延续 统治者都是司马懿的后代 然而 东晋的实际政权却不在司马氏手里 而是由王 谢 桓 与这四大家族轮流掌控 东晋的门阀政治 也因此发展到历史的巅峰时期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 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王说的就是狼牙王室 司马瑞在登基时 竟然拉着王岛同声欲传 要一同接受群臣的朝贺 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此一案 王室显贵 从卧冰球里的王翔 王懒兄弟开始 到竹林七贤之一的王荣 名是王衍 家族子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尤其是经历了永家之乱 五胡乱华 王岛 王敦兄弟协助司马瑞难度 并在建康重建进士有功 使王家更是名震江东 王室的门生子弟都被安插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 这让皇帝司马瑞非常不爽 他试图栽培新人 压制王家势力 结果惹来了王敦的大军 都城建康也被攻破 皇帝根本不是王家的对手 可见 不以王为皇后 必以王为宰相并不是夸张之说 据统计 东晋时 王室家族曾先后出过八的皇后 与皇室公主联姻的有二十多人 而且又出了王羲之 王宪之 王辉之等风流雅义的名士 使得王家不仅在政治上无人能敌 而且在文艺上也声名显著 山音道上桂花出 王宪风流满进书东晋时期 能与狼牙王室比肩的 唯有陈流谢氏 陈流谢氏 又称陈俊谢氏 出自陈俊阳下 谢氏的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却很快 谢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 便是在肥水之战中 打败前情的谢氏 而谢氏的发迹 也是从谢氏这一辈开始的 谢氏的堂兄谢上 大哥谢义 二哥谢聚出世后 家族的名望与日俱升 到谢氏任向时期达到顶峰 谢氏最初其实只想当隐士 高卧东山 侠继饮酒 可是 谢氏家族于朝中围观之人 尽数逝去 谢家需要有人出来支撑门面 谢氏还是不想出来 就推出了自己的四地谢万 结果这个谢万只会纸上谈兵 打了败仗 被朝廷废为数人 为了家族的利益 谢氏只有亲自出马了 后官至丞相 这就是所谓的东山再起 谢氏的侄子谢玄 也是著名的军事家 有经国裁略 他组建的北斧兵 对东晋朝有着深远影响 在肥水之战中打败前情 北斧兵功劳甚大 后来推翻东晋 代之以送的刘豫 则是北斧兵的首领 至于桓氏遗族 发迹于桓仪 桓仪是乔骏龙抗人 最初在齐王司马九麾下 任齐都尉 靖元帝时 受封安东将军 之后累迁忠书郎 尚书吏布郎 明显朝廷 不过 桓氏家族的威望 则是由桓仪之子 桓温树立的 桓温是靖明帝司马少的女婿 有皇亲的光环照耀 更是一个有真本事的能将 当时 北方的后兆政权 与西南的承汉结盟 对东晋形成半包围之势 两害相权取其亲 灭掉承汉 便成为东晋的首要目标 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式桓温 他也因此在朝中 名声大振 升至大司马 长期执掌朝政大权 后来 桓温又北伐中原 打败后勤 得以进入洛阳给晋朝的列祖列宗扫墓 这些都是盖世弃功 桓温有点飘了 他想改朝换代 可是又不敢撕破脸面 结果扭捏地把皇帝司马懿给废了 另立了简文帝 桓温在有生之年 虽然没能实现篡理的目标 却奠定了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 到了他的儿子桓玄时 终于起兵反叛 逼迫近安帝司马得宗禅位 于公元404年建立环储政权 环储政权被刘裕的北斧军打败后 环氏家族于众仍与晋士对抗多年 这让本就日趋没落的东晋朝廷 变得更加遥遥欲坠 最终被刘宋所取代 于氏家族则来自尹川 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 宇家的代表人物是宇亮 他因妹妹与文君嫁给了晋明帝 而入朝担任了中书坚和王岛分庭抗礼 晋明帝死后 宇亮以国舅的身份成为辅政大臣 不过宇亮英年早逝 死后由二帝宇兵接替他担任宰相 掌握朝中大权 当时的晋成帝是宇家兄弟的外甥 晋成帝死后 宇兵为了继续以舅舅的身份掌权 没有立晋成帝的儿子 而是立了晋成帝的弟弟 这就是晋康帝 连皇帝都有宇家人拥立 可见宇家在当时有多厉害 宇兵死后 他的弟弟宇义都督江 京 司 雍 梁 义六州诸军士 兼任荆州刺史 基本上掌控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然而 宇家兄弟虽然才能出众 却多活得不长 都是四五十岁就死了 这也是宇氏家族的名气 延续力不如其他三大家族的重要原因 东晋多则近战黄河以南之地 少也具有东吴故地不失 虽然各家士族门阀轮流掌权 互相牵制导致北伐投入兵力人力严重不足 但即使每次只有区区几万晋军北进中原 也往往能所向披靡 令胡人破胆 晋军曾前后五次收复故都洛阳 动辄沉冰黄河 威灵北鲁 英杰人才辈出 汉人英雄名将灿如星河 如刘昆利用胡族间矛盾 连横河纵一支孤军恶手河朔 令匈奴汉国开国之军刘渊 有生之年只能归缩河东一鱼 不敢南下进犯 如阻替 数千虎奔渡江北上 收拢众多物宝 克服河南 令称霸北方的时乐无可奈何 主动请和 如礼举 本为地方豪强 起兵宝国 以寡击众 连续大败刘聪 石乐等胡族名将 更以十面埋伏之策 破葫芦不欺十万 缴获君子无数 令匈奴赵国伟帝刘聪 愤会而死 替背负的静怀帝 静敏帝报却大仇 如还文 挥师西晋 攻灭成汉 收复丢失四十余年的一周 北伐关中 四万雄兵灵霸上 大的低族前情政权兼臂青年 苦苦支撑 元气大伤 寂静王国 太子扶偿阵亡 皇帝福雄 足于军中 伪帝福建悲痛偶血 四年一死 又两年 再次挥军北上 大败叛枪囚守 小孙策遥乡 收复故都洛阳 虎视关东 此后统一北方 几无敌手的低情大军 其最惊热的五万精兵 由肖将梁成统帅 却被刘劳之 在落剑之战 率五千北伐军 一举全肩 秦军光阵王斩首数 就高达一万五千 此战之后 他有了福建 在八宫山的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终于在肥水主战场 面对谢玄率领的 八万北伐军 一战击溃 数十万前卿大军 折损过半 溃不成军 又过了十余年 又是一位 从草根崛起的名将刘裕 率军先灭鲜卑南艳 灾灭羌人后勤 并已却越阵 全肩北魏军三万精兵 收复山东 河南 关中 连克长安 洛阳两京 东京政权 也达到了历史最大版图 具有神州大片疆土 北方所剩一众 胡族政权 无不丧胆 福建统一了整个北方 还是至此 只敢称大秦天王 不敢称皇帝 狂妄如石虎 亦是称大赵天王十五年 均临出辽东与梁州的整个北方之后 临死前数年 方才称帝 慕容是燕国 也一直打着晋朝燕王 大将军的旗号 整整数十年 到夺取河北中原后 方才敢自立为帝 他们这么做 都是对江南强兵的敬畏 想要和代表当时中国正统的 东晋王朝留有交好余地 所以一旦情势不妙 便争相逢迎东晋为天下征朔之所在 向健康天子称臣大贡 求救请援 如肥水之战过去还没几年 慕容锤在关东起兵复国 此前嚣张到要投鞭断流 踏平江南的前秦服侍政权 就乖乖向东晋请将 送出其天王洗衣 请求东晋出兵河北 就自己一命 单看一百东晋勇士 夺回朝廷正统象征 传国玉玺 何事必的就是 便足以彰显当时南朝汉人之刚烈 何事必从汉县帝传到曹丕 从曹尉传到晋朝 西晋灭亡后 先后落到匈奴 前兆后兆 时乐 阮为阮敏手里 阮敏在连台战败被俘 妻子阮志和大将蒋干困手孤城 抵抗燕军 叶城兵多无粮 守军惨到人相识的地步 蒋干遂劝阮志向东晋求援 晋将戴师轻率一百勇士潜入夜城后 力劝冉志将传国喜送回了晋朝 自己和部下则舍命相陪 一百东晋勇士 跟着蒋干率领的五千卫军出战 迎击围城的三万燕军不齐 寡不敌众 五千一百人总计阵亡四千 禁军差不多尽数战死 城中守将婴儿绝望 马院 田香开城投降 染之被俘 带师尉不负信义 带着蒋干用绳索旋锤下城墙 杀开血路 撤回江南 一百勇士与城巨王 用他们的牺牲舍命换回丢失数十载的传国遇袭 何等可歌可泣 实为不亚于西方历史 斯巴达三百勇士的英雄传奇 孙权 陆逊 诸葛克 贺奇等此前东吴政权的明军良将 经过长达近百年的对山岳战争 将江南的原住民山岳族清剿和童话殆尽 几乎每个稍有名气的东吴将军 传记里都有对山岳人的征讨记载 也让秦汉时期尚是被野蛮人重重包围 一个个兴罗齐步的汉人聚集区的江南 真正变成了华夏王朝牢不可分的本土 为华夏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不息 留下了一大块肥沃丰饶的生存空间 东进永迦南渡后 王岛 谢安等名臣长袖善武 出色统合了南方军政 重新建立和稳固了统治中枢 让北方的胡族政权无懈可击 同时并继续对江南 岭南 福建等地的大力开发 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南方各地 因此 可以说东吴和东静对南方地区的开发 意义至于中华文明 正如同东罗马帝国与军事坦丁堡 至于欧洲文明存续的意义 中华文明与华夏民族能得以在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的 游牧民族大清洗中得以存留 并经过几百年沉沦后得以复兴为辉煌的隋唐帝国 正是多亏了东静王朝这样延续汉统 传承华夏文明的砥柱中流